中专生也好 大学生刚毕业的也好 这是一个警告 就是不要去相信领导的话 这个周吕波说的就是 无知的都是领导 领导都无知 然后呢 后来我真的被骗了 我又那个继续了 对 同意了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呢 我哪都去过 美国的我没去过 这个一级思议 对 根本我就起了 时候想 哎 没你撒屋 所谓的这种小偷偷 没人惹我 然后别人搬道具呢 我可以不搬 然后他爱说什么话丢给我呢 我不去理睬 反正就是很正常的 过完了七十几天 然后回来以后呢 23号回来 我24号就交病加单 然后交完以后呢 停了一个月 也没人理我了 不是换岗位吗 我还在等换岗位 后来我就去找他们了 说赔钱的事怎么了 换岗位的事怎么了 那个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再棋位不谋棋志的人 他直接跟我来一句 换岗位可以啊 门房间 明天你就可以上班啊 然后我其实心里有句话 但是作为 虽然不能作为我老师吧 但我还尊称他一身老师 所以我没有很快地 把那句话告诉他 我说这个话是由新生的 你说话都不进脑子的吗 是不是 然后呢我就不去抵他们 找律师 律师呢 说了以后呢 他觉得这个官司可以打 但是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咨询 去那个什么 这个东西 以一人之力去推翻 他们那个国家所定的法律法队 这个 你觉得滑不滑得来 对吧 一个是时间上 一个是财力上 然后呢 反正别人跟你耗着 他们其实有很多人 趁着 比如说 连带关系 杂技团就到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 什么事业局 什么 在局了 在文广局了 在什么什么 你一个人之力去 翻他们的那个条理 把他们翻过来 你不可能的事 然后我家里呢 这时候就劝我了 说你有这个时间 不如做其他事 然后那个文广集团老师呢 他也劝我了 真的你去学习啊 或什么你还年轻嘛 对吧 然后呢 其实也不要在乎这些钱 其实你能赚得回来 今天 当初可能 我是在想 可能我会损失 到了今天 我觉得还是赚回来了 那些钱 然后呢 我后来 一直到05年的9月份 正常三年合同到了 然后就解除合同了 然后解除 来 坐 坐 坐 来 坐 这边 别急 第一号签 第二号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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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老了 还好吧 年龄就在这儿 这人没办法 不可抗拒的力量 所有的柔韧性 力量 肌肉的协调性 全部都在衰退 这是很正常的 能做到这个 这么大年龄 还能在舞台上 可能 也许原来基本功能 可能要扎实点 平时要一样 那你还想再做几年呢 不是我想做几年 可能我做不了几年 要前提 待遇要好 收住别的地方 那我才会走 现在我们这个跟人家不一样 从小就开始了 自己心里 哎呀 罗布色小的 所以有时候人家会问 你跟你干嘛 我干嘛工作 我会这样回答人家 我说我没有工作 我说我大爷青年 我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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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金鱼 带我来 刚刚可能做啥 就不可能 在上海 小金鱼 都能够做啥 所以刚刚带我来 想 带我来想 我都做不了一遇 那带我来 我都放了两个干 会叙叙叙叙 但是 阿拉肯德 也有得 感受不了 当以拉带我来 的话 好感会 肯定是以拉吃得了 如果等下 阿拉肯德 有得 十年油 最后觉得 老实就有这个 就会